近日,随着黑神话悟空爆火,游戏中浓烈的中国文化场景,惊艳了广大天命人。 众多背景画面中,就包括世界三大奇塔之一的硬线木塔。 然而,这座主体由数万个木构建搭建而成的木塔,为何历经近千年,却屹立不倒? 玲珑峻壁以苍穹,海内浮屠第一宫,在山西硬线老城西北角,矗立着一座世界上现存最高、最古老的木结构佛塔,硬线木塔。 它又名释迦塔,建于辽代青年二年,塔高67.31米,底层直径30.27米,总重量7400多吨。 塔身呈现八角形,外观五层六岩,实为明武暗四九层塔。 在建筑方面上,用到了双套头结构和内套头外套头,两个桶中桶的结构使木塔紧紧的连接。 也使木塔具有一定的刚性作用层和柔性作用层,在结构上又分为明层以及暗层相互连接。 这样的阴线木塔既柔也刚,那么在活动的同时,刚性层会将它紧紧的拉力内收。 所以使木塔更加稳定,配合着地震的动力,而塔身自己也会微微地晃动。 它是一个活着的建筑。 硬线木塔主体使用材料为华北落叶松,斗拱使用榆木,木料用量多达上万立方米。 全塔没有用一颗铁钉,全靠木构件、毛笋、咬合而成。 近千年里,硬线木塔历经四十多次地震和二百多次枪击炮轰,却依然屹立不倒。 一层用到了56根立柱去承接着一层的重量,一次向上。 第二层、第三层,每一层都是套筒结构,内柱八根,外柱24根,缓缓相扣,构成非常稳定的框架两体结构。 远看晴天柱,近似百尺连。 全塔共有59种不同形式的斗拱。 斗拱既可以替立柱分担重量,又能对外来的力量起到缓冲、分散的作用。 在硬线木塔塔上,共用斗拱形式达到有59种,组合方式有488多功能有别不同的斗拱。 有中国历史斗拱博物馆的美誉。 人们称它为百尺连开,如同朵朵盛开的莲花一样, 这就是成城斗拱松茂雅河拼接而造成的这种美誉。 也是我们世间感最有冲击力的斗拱层次。 历经千年风雨,硬线木塔二层逐渐倾斜。 为保护这座重要国宝,当地持续开展对木塔的相关监测、研究与管护。 定期的会在这个就是本体内进行一个清扫, 持续的加强防火、防盗、防破坏的这个原则。 24小时也会配备安保人员进行不间断的这个巡逻。 现在已经升级了我们这个无人机反制系统, 而且还配备了两把这个无人机的反制枪, 这方面工作也是在持续的加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